在台北公馆商圈有一家生意爆棚的面馆 招牌是羊肉抢锅面 羊肉鲜嫩大块 汤头清甜 最重要的是手工面条Q弹有劲 面香十足 老板马永为从老爸手中传承制面的手艺 他每天都待在地下密室遵循古法来做面条 从揉面 擀面到拉面 全靠手劲的功夫 全台可说是找不到几家 其他像是木须炒饼 牛肉炒面 都是香气 锅气十足 一大盘满满的好料CP值非常高 每到用餐时间总是一味难求 从小大概就在这边 这一区 公馆商圈起家老四号 可能我还没出生就有这家店 那这家的还不错 因为光是他炒面就白白的感觉 可是他有没有面的那个香气 还蛮常来吃的 那面那个口感很好 然后很扎实 又很Q 对 吃的也很有饱足感 那份量也很多 CP值很高 我觉得他给料很十足 然后他的面跟外面的面不一样 就是蛮Q的 蛮好吃的 就一切就是很好吃 让老饕好吃到没办法用言语形容的 到底是什么美味 就是这家位在公馆商圈的面馆 招牌羊肉抢锅面 汤鲜肉大块 炒面锅气十足 料多又大盘 还有特色炒饼 香Q厚实 每道都让客人竖起大拇指说赞 最最特色的是店里的面条 都是自己做的 第二代老板马勇为 每天早上都会在他的密室里制面 老爸传下来的技术 完全遵循古法 一式面香 也惹得一身香 所以老板这个就是叫人家手擀面 那种对不对 这完全都要人力下去压实 口感有的时候人家 就是用面粉来改善 就是说我们的面粉 像我们是用中筋的嘛 它就可以用高筋的 它的筋度就会在 中筋跟高筋差在它 有没有那个面香 面条制作大概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压面来来回回差不多要三次 讲究的是手劲 全身的力道也是关键 我从十一岁开始做到现在 破面 揉面 擀面 就是初一开始 就是初中一年级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我现在都六十几了 以前是用木棍吗 对 木棍已经被我压断好几根了 后来我就改成不锈钢的 比较重 可是它至少不会变形 不会断 压整好的面团进机器后 就变成一条条的拉面 还要再甩匀 截断 像你刚刚听到 啪一声就是它的面的精进 马不停地地把当天要用的面条先做好 其余备料也是一颗不得闲 招牌的羊肉抢锅面 主角就是那大块羊肉 马永为特别选用羊女花和羊腿肉的部分 吃起来超Q弹 几乎是每桌必点 它的这个羊肉抢锅面都现煮的 然后面条也很Q 然后味道蛮浓郁的 我觉得蛮值得的 羊肉很好 它的味道不会有那个腥味 然后口感蛮嫩的 要面对外场几乎坐满的客人 厨房内完全是备蘸状态 老板娘洪爱卿忙着熬大骨汤 窄小的厨房一点都没有限制她的厨迹 羊肉我们是要调一点糖色 这是表上线缺的羊肉 其实羊肉它是很嫩很嫩的 所以不需要过度的调味 它就可以很美味 这是抢锅面用的羊肉 不敢吃羊肉的人敢吃我们的羊肉 因为我们羊肉没有羊糟味 因为我们用的是好的羊肉 所以可以放心 不敢吃羊肉的都可以吃 炒完的羊肉加入些许米酒 放置大锅熬煮 所有的过程都必须要快 才能保持食材的鲜度 一碗抢锅面不只是抢鲜 也是在抢时间 然后就这样一锅这样子抢 抢锅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一锅一锅 一锅一锅另外煮的跟面汤一起煮 所以叫抢锅 一次就一碗 对 所以比较被公布 所以客人都不得要等 因为它下去煮的时候 它会把高汤的味道带出来 因为你吃面你也可以吃到那个香味 这一碗羊肉抢锅面 是马永为家乡江苏的口味 身为军人子弟 老爸说一 他不敢说二 高压教育之下 他也想趁年轻出去看看 不要那么快接手生意 谁知当兵的一场意外 造成他全身灼伤 在医院整整躺两年 然后那个线一抛 就刚好碰到咖咖店 就造成这个全身的烧伤 是当下有意识吗 没有意识 都完全不知道 对 那我一回来就 直接就接掌柜了 335 谢谢 谢谢你喔 从早上开始就是先和面 和面的话 像我们是用烫面 所以烫面的用意就是 它的口感会比较软 那它的软度就是 比耳垂再软一点 这个面团要做起来 要口感好 还要有面的香味 煎好以后 你吃在嘴里会有一种 麦的香味 撒入大量青葱 再将面团卷起切断 待油过热时 现场感 现场煎 一桩桩香煎 葱油笔直接在店前出炉 表面焦黄 油香或者葱香 厚房适中 是越吃越香 除了单吃之外 店内的炒饼也是一绝 它的炒饼就是炒葱油饼 然后分量蛮多的 然后香气深处 然后就看你点什么口味 现点现炒的炒饼 有牛肉 母须口味 想吃什么就放不同的炒料下锅 简单拌炒之后 葱油饼香或者食材 别有一番风味 我的客人有的吃了50年的 60年的 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都会说跟爸爸那时候他们吃的一样 没有什么改变 他就说老板 我这里已经吃了50年了 看不出来还这么年轻 敞锅器敞香气的敞锅面 手作公分仿佛让时间禁止 这跨越两代的眷村美味 确实不简单 没有什么改变 没有什么改变 要不要这些 没什么改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